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国焘和他领导的四方面军对于中共的扩大和得逞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中共官方的党史当中张国焘却是一个反派角色 认定他在长征途中分裂红军危害中央 这已经成了一个铁案 然而当我们仔细梳理纷乱繁杂的史料 理清错综复杂的关系 推敲某些关键性细节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铁案疑点重重 曾经核实 红军长征被说称是北上抗日的壮举 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这根本就是一次漫无目的的逃亡 中央红军也就是一方面军 离开江西苏区之后 或而向西或而向东或而向南或而向北 历时八个多月途经九个省份 于1935年6月12日 在四川省茂公与建议他们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试了 总算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期间仓皇不堪 进退狼狈之状自不代言 四方面军向中央红军提供了大批的粮食 牛肉衣服等给养 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佟小鹏在日记中写道 四方面军的同志对待我军非常之和蔼和静默 且军风纪纪律等军表现比我军好 的确可学习 6月25号 在十几名警卫的护送之下 张国焘和秘书长黄超以及几名参谋 穿越原始森林山剑和溪流 经过了三天的艰难跋涉 来到了中共中央的驻地两河口和毛泽东 朱德张文天张文来等人会面 见到他们张国焘跳下马来跑过来和他们握手拥抱 张国焘上次和毛泽东会面已经是十多年前了 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分别也已经八年了 那是南昌暴动的时候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和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一起指挥了南昌暴动 久别重逢一片赤城的张国焘非常激动 当天晚上张国焘和朱德彻夜长谈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 朱德这位老战士详细叙述了一方面军的奋斗经验 叹息着向我说 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 他过去曾是一个巨人 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 只剩下一副骨头 他在说明这一点时指出 八个月前一方面军有江西西行人数也九万 中京数不尽数不清的艰难险阻 到达冒攻的时候只剩一万人了 林彪的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千五百人 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三千人 董政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两千人 罗敏惠的第十二军只剩下几百人了 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一万人 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 机关枪也所剩无极 又几乎都是空桶子 每支部枪平均约五颗子弹 少的只有两三颗 多的也不过上十颗罢了 他觉得这些少的可怜的子弹只能做保枪之用了 他认为一方面军奋斗至此 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侧应 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而当时四方面军的部队约四十个团 近十万人马 看到张国焘兵强马壮 军容整齐 诚实敦厚的朱德感到了欣慰 而心怀意志的毛泽东 却暗中惶恐不安 第二天 6月26号 中共中央就在两河口的小村子 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经过商讨决定 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 建立三省苏维亚政权 需要指出的是 当时的中共中央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 一路上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 刚从江西出发的时候 打算落脚湘西 同二六军团会合 失败之后 又决定落脚前北 建立川浅边根据地 尊义会议的时候 又决定落脚川西南 建立云桂川根据地 后来打算通四方面军会合 落脚川西 结果发现川西 地贫人西难以立足 这一次又决定落脚甘南 也就是甘肃南部 建立川省甘根据地 说来这不过是一次新的试错 中共中央决定北上 完全谈不上什么战略远见 只是要重新找一个能够生存的地方而已 王家祥曾经问张文天 红军最后的目标 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张文天说 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红军长征在各地逃窜 这种为了生存而做出的机会主义选择 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正确与错误之分 所以说北上的决定 多么正确 多么伟大 根本就是夸大其词 自吹自擂 这类话 也就是骗一骗红军士兵 张国涛不会相信 徐向前 陈昌浩也不会相信 说这些话的人 他们自己更不会相信 确定北上之后 政治局会议决定 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攀 平武 消灭湖宗南部 打开北上的通道 因为从川西通向甘南 最近的大道 需要通过位于大道殷侯的松攀 为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制定了松攀战役计划 意图攻占松攀 松攀为一座古城 地形险要 城池兼古 稍早的时候 为了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张国涛率领四方面军 撤离了原来的根据地 经川北一路转战 来到川西一带 那个时候 四方面军就打算 占领这个战略要地 古城松攀 恶控从川西北通向甘南的咽喉要地 屏障红军后方 结果 却被蒋介石占了先机 提前派嫡系胡宗南部 占据了松攀一带 并构筑了坚固的防御攻势 四方面军只好强攻 只是 既没有火炮 又没有炸药 攻下这样一个射方严密 攻势坚固的城池 十分困难 最后 红军付出了不小的伤亡 却没有夺下松攀 只好在周边聚首了 张国焘在和毛泽东等人会面之前 变打电报 告知了他们这一带的地形和敌情 提醒他们 沿江北上打松攀 地形粮食 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也就是说 根本就不具备攻打松攀的客观条件 在这封电报中 张国焘主张 一方面军北进占领阿坝 四方面军近战松攀的西侧 两军同取甘肃 再一部组成远征军 占领青海新疆 主力司机东向陕西发展 然而 张国焘的建议被中央否定了 中央认为 我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干 青将感到绝大困难 甚至不可能 毛泽东等人 对这一代的民情和地形并不了解 只是看着地图指挥作战 他们不顾张国焘的提醒 执意要攻打松攀 张国焘只得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进行松攀战役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 提出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 必须坚决反对 避免战争 退却逃跑 以及保守偷安 停止不动的倾向 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实际上 就是在威胁张国焘和陈昌浩须向前 必须不惜代价攻击松攀 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 会合后的两支红军部队进行了首次战役 许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军刚到川西北的时候计划占领松攀 但因行尽困难 才为湖宗南部抢先一步恶空 打了一下攻博洞 退到镇江关一带 这一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攀 是硬着头皮干的 许向前胡宗南这两位黄埔一期的同学又在这里遭遇了 果然 由于中央以及毛泽东等人的错误决策 松攀战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 以失败告终 松攀战役 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 战斗异常的激烈和残酷 据军史专家夏宇利披露 红军牺牲的官兵高达四五千人 四方面军一个副师长 三个团长都战死在松攀战役之中 另外由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临时改变行军路线 导致部队拥堵粮食断绝 还有大批红军士兵饿死在途中 关于这段历史 官方史料很少提及 详细情况可以参看 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一期 长征路上的松攀战役一文 就这样 两军会合之后 中央以及毛泽东等人首次的指挥便大败而归 并严重恶化了红军的处境 也让已是狼狈不堪的毛泽东等人更加难堪 就在松攀战役的后期 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同意 让张国焘担任红军的总政委 中国军委的总负责者 在形式上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张国焘 松攀无疑是川西北通往甘南的捷径 松攀战役失败 红军只得绕道进入甘肃 于是 中国军委在1935年8月3日制定了夏淘战役计划 决定通过阿坝北上 夏淘战役计划的要点 松攀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 藏兵阻碍以及粮食困难 颇失时机 所以改为通过阿坝北进下河流域 到敌人包围圈的右侧背 向东压迫敌人 争取在逃河流域消灭前来阻击的蒋介石主力 从敌方的侧背发起攻击 可以确保红军没有后顾之忧 毛泽东晚年谈到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也就是他费尽心机与张国焘周旋的那段日子 正是围绕着这个夏淘战役计划的实施 8月4日 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 会议共持续了三天 到会的有张文天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张国焘 陈昌浩 刘波成 傅中 凯峰 邓发 博古 十一人 除了王家祥因重病而缺席之外 和两大方面军在一起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与会 这次会议的权威性无可置疑 张文天在会上首先做报告 强调了北上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 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苏联的问题 他说地理上靠近苏联 政治上物质上能够得到帮助 军事上飞机大炮 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要靠近苏联就必须离开四川北上 刘波成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 作为总参谋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应该是为了向中央政治局详细的介绍下逃战役计划 沙卧会议正式批准了中国军委制定的下逃战役计划 决定通过阿坝北上 阿坝是这一带藏民的中心 四川西部草原南边的一座名城 有藏族成都之称 阿坝当地有一座建筑雄伟的大喇嘛庙 和几座小喇嘛庙 以及上百户的店铺 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 红军占领阿坝可以作为前进基地 获得补给和修正 这对于长期作战的红军来说极为重要 尤其重要的是 作为川西北的重镇 阿坝位置交通要道 从阿坝向北有大路 部队行军应该比较容易 而张国焘本人也极为看重这个阿坝 希望这里能够成为根据地的一部分 并做了相关的部署 阿坝得手之后 红军主力会北出阿坝 首先占领靠近青海的下河线 再以此为前进基地 然后向东压迫敌人 下河有东通三路 南街四川 西连康藏 北街青蟒之称 是边塞的军事要地 那里的拉伯楞寺 是藏族六大寺院之一 曾是甘肃 青海四川三省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 那里还是民族贸易的场所 号称八百家买卖人 相距不远的黑错 也就是今天的合作是更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这一代物资丰富 人口密集 占领下河 红军可以得到充分的补充和补给 而且这一代地势险要 一旦占领下河 红军尽可攻退和守 简单的说 由于松潘一路走不通 下逃战役计划选择了迂回攻击的战术 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 首先占领阿坝 以阿坝为基地 北进夺取夏河县 然后再以夏河县为基地 攻占夏河流域 进而向陶河流域推进 夺取陶州 闽州等要地 最终控制人口稠密的 资源丰富的甘肃南部 建立根据地 这个计划可谓是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之所以如此慎重 就在于 红军并非只是一支 单纯的作战部队 而是一个政治部落 携带着大量的非战斗人员 乃至医院和兵工厂 进行迁徙 这样的部队 没有根据地 最终会在流窜中 走向灭亡 实际上 张国焘从一开始 就主张攻占阿坝 由阿坝北上 早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初 也就是一个半月之前的 6月17号 张国焘 陈昌号 就发电报给毛泽东 周恩来建议 一方面军大部 即设法度过金川江休息 准备北进 进战阿坝 7月2日 张国焘 陈昌号 徐向前 再次提出建议 一方面军 可以占领阿坝一带 创造后方 再休息补充 做四方面军之 预备队 张国焘一直倾向 通过阿坝北上 毛泽东对张国焘 这个想法 应该早就有所了解 想必如何北上 毛泽东也一定 做过一番考虑 因为 松盘战役打了一个月 眼看着战役失败 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 下一步的打算 可以说 夏淘战役计划的 战役纲领 在很大程度上 体现了张国焘的战略意图 但是 张国焘在中央政治局中 是绝对的少数 夏淘战役得以通过 毛泽东 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非同寻常的是 夏淘战役计划 将红军划分为 相距很远的左右两路 分开行军 左路军的集结地 是卓河基一带 部队包括 一方面军之五军 三十二军 四方面军之九军 三十一军 三十三军 右路集结地 是毛尔盖 部队包括 一方面军之一军 四方面军之四军 三十军 彭德怀指挥的 一方面军之三军 和四方面军的两个团 都为全军的总预备队 毛尔盖 卓河基这两个集结地之间 道路崎岖 大约有四百多里的路程 步行需要六七天的时间 而开始向夏河进发之后 左右两路相距数百华里 期间或是高山密林 或是沼泽河流 不仅很难配合 甚至连通信联络都极为困难 当时的红军总数在十万上下 分路行军确实有必要 但是两路相距数百里地 这明显存在问题 一旦发现敌情 双方实在难以配合 此外 按照政治局的决定 由张国焘和朱德 率领红军总部 指挥左路军 由红军前敌指挥部 前敌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昊指挥右路军 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进 而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分开行军 使得一向权力高度集中的 中央领导核心被一批两半 更是极不正常 政治局的这个安排 包括中共的党史专家都认为 应该是毛泽东的提议 而张国焘本人对这个提议 也并不反对 张国焘本人和张文天 博古等人相处的并不融洽 或许也乐意远离他们 此外 彭德海所部 是当时作为全军的预备部队 并没有划到右路 后来行军的时候 却随右路行军 这恐怕 也是毛泽东用心促成的 根据夏淘战一计划的规定 右路军行军路线 是从毛尔盖出发 经过五六天的时间穿越草地 到达班佑 然后再穿越很长的一段草地 经过朗木寺北上 到达夏河县 这条现金路线 都是草地中的小路 中间很少有大的村庄 最著名的班佑村 也只有几十处非常简陋的棚子 而且这条路是否能够到达夏河县 当时并不确定 左路军行军路线 大体上是从卓河基向北 占领阿坝 然后经过马曲路曲 到达夏河县 这一路有多个比较大的村镇 便于补给和宿营 从地图上看 左路的行军路线 大约比右路长两百里地 但是左路的条件 明显要比右路好很多 这应该是朱德 刘伯成等四川籍的职业军人 选择这条路 作为红军主要进军路线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夏河战役计划中提到了 包座这个地方 我军主力由马尔盖 喀龙 鱼回松攀 或北出包座 继受阻碍 应既以主力一部 迅速经卓河基 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 消灭翻兵马队 阿坝攻下 则即迎主力向北探进 包座这个地方 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个关键的地点 位于松攀 通往甘蔵南部的松甘 意道中间 包座藏语的意思是 像枪筒那么直的钩 形容此地极为险要 既然松攀难以攻占 自然无法北处包座 事实上 连松攀意道 一线的重要地点 比如松攀 包座等地 都有国军 胡宗南的部队驻守 这个情况 红军应该有所了解 所以才会绕开大道 穿越草地北上 右路军沿着草地北上的路线 以松甘意道近乎平行 从前提指挥部绘制的草图来看 制定下逃战役计划的时候 红军对前方的道路 应该做过粗略的调查 知道途中经过班右村 有路通向东边的包座 只是那一带的具体情况 恐怕就不清楚了 右路军的目的地很明确 就是一直向北到下河县 这一点在前提指挥部绘制的草图上 标注的很清楚 而从后来的情况看 毛泽东却对班右到包座这条 向东去的路 有着特殊的兴趣 另外下逃战役计划考虑到 左右两路行军路线的情况 要求左路军攻下阿坝之后 主力向北探进 同时派出一支支队向东 打通连接右路的路线 接引右路军 右路军则通过班右阿西 向北进站下河流域 万一右路军北上找不到路 也通过阿坝前进 万一右路军由阿西北进无路 则在改进阿坝前进 这则意味着制定和通过下逃战役计划的时候 中央和中国军委对右路军通过班右 北上之路并没有把握 8月6号 下午会议结束后 8月10日 负责指挥右路军的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昊政委 根据下逃战役计划 共同制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 内容如下 假 我依次方面军会合之后 已经开始执行军委下逃战役计划 我左路第一纵队之先头团 于7日攻占大藏寺 其后续兵团正向大藏寺阿坝方向极近中 以 有马尔盖之下河县沿途军事地理如斧头甲所示 丙 我右路为配合左路北上决定如下基本部署 丁 先遣兵团12日完成出发准备 第一梯队15日完成出发准备 第二梯队17日完成出发准备 右路军行动计划有两点很值得注意 第一 右路军的目的地是下河县 第二 右路配合左路 也就是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 要配合红军总部张国焘 朱德指挥的左路军 另外 右路军行动计划还提到了左路军的进展情况 第一纵队先头部队在8月7日已经攻占大藏寺 其后续兵团正向大藏寺阿坝方向极近中 这告诉我们中央批准下河战役计划的第二天 左路军便开始行动为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 沙欧会议于8月6日结束后 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司令朱德带领红军总部 便匆忙的离开了毛尔盖 前往左路军的集结地 卓克基 根据肖峰的长征日记 从卓克基到毛尔盖 部队行军需要7天时间 张国焘有可能在8月13号 或者8月14日 到达左路军的集结地 卓克基 在此部署和率领左路军主力 经查理寺向阿坝方向开进 8月15日上午 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等 向他们通告 左路军8月19日可进攻阿坝 并敦促右路军及彭德怀苏指挥的预备部队 应诉由徐臣部署 马上蝉联北进 张国焘所说的这一切 都是在执行中央批准的原定计划 奇怪的是 就在8月15日这天的下午 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 突然提出 毛尔盖道班右仅需要5天 到下河12天 班右以北 两防不缺 因此 依次两方面军主力 军移走右路 左路阿坝指出支队 掩护后方前进 此外 并要求已在左路的五军 三十二军急速开赴毛尔盖 五军三十二军这两支部队 就是一方面军的原五军团和九军团 显然 中央这个电报 军移走右路 已经开始颠覆 莫及未干的架逃战役计划了 只不过此时还是以建议的口气出现的 毕竟党中央负责战略 具体的军事部署 应该由中哥军委和红军总部来决定 也就是由张国焘和朱德来决定 中央8月15日这个建议 有三个问题很值得琢磨 第一个问题是时间节点 批准下河战役计划的沙沃会议 8月6日结束 张国焘经过7天的跋涉 大约会在8月14日 到达左路军的集结地 等于是张国焘离开了毛尔盖 刚刚到达左路军的集结地 中央便提出要改变战役计划 这个时间点分明是精心选择的 张国焘离开毛尔盖到朱克基 路上需要六七天时间 这期间张国焘和中央 不可能没有联络 然而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 红军长征文献 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战史资料选编 这些涉及红军长征的权威资料 关于这些天的情况 却完全是空白 这无疑是在隐瞒什么重要信息 党史名篇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 其中第十二章的主题是长征 这两位匿名学者的身份 我们无法确定 但是他们对中共党史了解的深度 是无可置疑的 而且他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内部档案 对谈录提到 在8月13日之前 也就是张国焘到达卓克基之前 中央一个劲的催促张国焘 快快动身去阿坝 也就是催促张国焘 快点远离中央 第二个问题是行军所需时间 我们在前边提到 红军的主力分别驻扎在毛尔盖和卓克基 这两个地方驻扎在毛尔盖的部队到下河需要12天 而驻扎在卓克基的部队 仅仅到毛尔盖就至少需要7天的时间 算下来 并不比从卓克基直接到下河节省多少时间 要所有的部队都走右路 明显有问题 更何况 佐罗军已经朝阿坝方向开进 离毛尔盖越来越远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 在制定下套战役计划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左右两条道路行军所需要的大致时间 就知道从毛尔盖到下河所需要的时间短 既然如此 为什么当初还决定要兵分两路来行军呢 第三个问题是 粮食供应和住房 从毛尔盖到下河 大半的路程需要穿越草地 人际罕见 路上几乎没有像样的村庄 个别商人僧侣通过或许没有问题 而数万人穿行 绝有可能获得必须的粮食 至于房子就更不用提了 一路上没有像样的村庄 哪里会有许多房子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 右路军出草地后的第一个大村 班右只有几十处简陋的棚子 也就是部分干部可以住下 徐向前的前敌司令部都只好设在帐篷里 而且8月15日 中央发电报的这一天 右路军的先头部队都还没有出发 班右前面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 是否有大部队可以行军的路线通往下河线 都还不清楚 中央如何知道的前路粮房不缺呢 显然 这根本就是在公然撒谎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路 其中提到 原来向他战役计划制令的时候 陈昌浩续向前都是主张河冰一处 全部主力都到阿坝 毛尔盖只放一支部队警戒松攀之敌 也就是说 在计划制定的一开始 甚至都不想考虑走右路 因为当时 毛尔盖已经有了绝粮现象发生 根本就无法成为河冰的集结地 和北上行军的后方基地 此外 完全不考虑五军32军行军的位置 强行从左路调至右路 这种安排更是绝对值得怀疑 五军作为左路军的先头部队 8月7日就已经来到了大藏寺 一直在向着阿坝方向行军 此时已经远离毛尔盖 如果只是为了加强右路军的力量 可以调动距离毛尔盖 最近的一些部队 特地要求五军32军这两支部队 回毛尔盖 毛泽东明显是要把原一方面军的队伍 都带在自己身边 那个时候 他实际上就已经在考虑 准备单独行动了 8月17号 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等人 再次询问一军三军何时出发 何路开动 一军三军就是林彪指挥的原一军团和 彭德怀指挥的原三军团乃是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 张国焘特地询问这两支部队何时开动 可见他们已经拖延了右路军的行动 就在这封电报里 朱德和张国焘还明确指出 以后右路军直接向徐晨报告 由徐晨直接指挥 这是 由于中央的干扰 徐向前和陈昌昊并不能够真正指挥右路军 右路军大部队甚至都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时间出发 8月15日 17日 这两封电报足以证明 张国焘确实急于北上 反而是和中央在一起的右路军一直在拖延 8月19日 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 给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昊 除了通报左路军的情况 还在这两封电报中一再提到 有必要攻占阿爸 此外 张国焘还询问 右路军前进路线已经确定了吗 看得出来 张国焘对兜走右路有所担心和质疑 毕竟 这条道路能否大队行军还不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 张国焘在电报中还特别提到 左路军主力与右路齐头靠近前进 为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 电报还说 已令武军军长董振堂 在电台率武军主力 于19日由查理斯向班右探查北进平行路 为左路军主力由班右向前做具体准备 到了这个时候 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大部队仍在毛尔盖 还没有出动 到时张国焘已经开始按照中央改编后的计划 做出部署了 向右路靠拢 张国焘电报中的左路与右路齐头靠近前进 为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 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 张国焘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8月20号 距离上一次批准夏淘战役计划的沙窝会议 仅仅隔了13天 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再次召开会议 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淘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 此时 政治局委员张国焘 朱德、周春泉已经随左路军部队出发了 无法到会 周恩来因病不能到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张文天、毛泽东、伯谷、陈昌浩、凯峰、邓发 而重兵在身的王家祥却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珍、李先念 在这次会议上 由毛泽东主导出台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其中规定 左路军主力放弃进驻阿坝 全体向右路靠拢 合力东出甘肃、陶河流域 战役目标指向闽州之外百十里的小镇哈达铺 当天 区向前陈昌浩指点张国焘 简要的通报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 一、右路军主力开往闽州方向 部分兵力开往下河线方向 二、如果左路主力无法快速攻占阿坝 则向右路靠拢 以便集中灭敌 而大家注意的是 徐晨电报中提到的右路打算走截路向闽州哈达铺前进 这里的截路也就是最直接的道路 应该就是由班右向东转向包座 然后前往闽州哈达铺 这条路毛泽东肯定已经考虑了很久 之前一直隐瞒不说 这次政治局会议才突然提了出来 如此一来就完全颠覆了下陶战役计划 不仅行军路线被改变 战役的目的地也从下河线变成了大约500华里以外的闽州和哈达铺 把主要战场从陶河的西侧变成了陶河的东侧 最重要的是 作战部署从迂回敌人侧后变成了直接攻击敌人 而且后方没有可依托的基地 明显增加了作战的风险 按理说 一旦行动方案正式确定之后 下一步考虑的就是该如何去执行 但是这个党中央却不是这样 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改变 乃至推翻他自己刚刚通过的行动方案 需要指出的是 8月20号的毛尔盖会议 本身他的正当性就很值得怀疑 作为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实际上剥夺了张国焘、周恩来、朱德 这三个重量级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权 甚至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改变了原来的正式决定 尤其应该质疑的是 既然是政治局会议 应该只是负责战略方向的问题 然而他却越足带袍 直接讨论军事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 中共明明有自己的军事指挥体系 由中俄军委、红军总部负责军事行动 并授权红军总政委做最后的决定 可是这次所谓的政治局会议 却甩开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 总参谋长刘伯成 直接干预具体的军事行动 在内部外部条件 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公然推翻了十几天前 刚刚经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的下逃战役计划 这无疑是对中共和红军指挥系统的公然破坏和践踏 尤其是当时中央和其主导者毛泽东并不清楚 从班友到哈达铺和敏州 是否有大部队可以通行的道路 沿途是否可以补充粮食 轻率的改变红军北上的路线 毛泽东这纯粹是在赌博 是在拿数万红军将尸的性命进行赌博 就在8月20号 政治局召开毛尔盖会议 并废除下逃战役计划的这一天 左陆军先头部队即将攻占阿巴 张国焘也已经率部来到了距离阿巴不远的地方 川西北一带地广人西 有中华民国地图可以看到 马尔康松潘以北这块 接近浙江省面积大小的地方 仅有五个镇子 阿巴也就是麦桑是其中的一个 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村庄 这应该是张国焘非常看重阿巴的原因所在 左陆军按照中央的最新要求 要求向右路靠拢 横穿人际罕见 环境凶险的大草地 需要做出起码的准备 尤其需要补充粮食 而阿巴就是最后一次稍加修整 筹集粮食的机会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在左陆军先头部队 即将攻占阿巴的时候 却不允许后续部队跟进 而是要他们直接向班右进发 这无疑给左陆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危险 很多部队可能会断粮 可是如果张国焘坚持让部队在阿巴修整补充 必然会推迟到达班右的时间 张国焘该如何选择呢 这里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夏淘战役计划制定后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8月5日 山沃会议正式批准了红军总部制定的夏淘战役计划 左陆军攻占阿巴 右陆军配合左陆军 8月10日 前敌指挥部根据夏淘战役计划制定了 右陆军行动计划 确认右陆军配合左陆军 必要时左右两路都走阿巴 8月13日或8月14日 张国焘驻德率领的红军总部 从毛尔盖到达了左陆军的集结地 卓克基 8月15日 中央突然建议改变夏淘战役计划 将前进基地由阿巴改为班右 由右路配合左路改为左路配合右路 张国焘服从建议并做出了部署 8月20号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 毛尔盖会议在中格军委核心成员全部缺席的情况下 完全推翻了夏淘战役计划 毛泽东成功的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中央的决议 为什么要改变战役计划 以哈达部和敏州作为新的战役目标呢 毛泽东给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 在物质的条件上 这个区域是西北地区中比较负属的区域 能够保证我们现有以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 陶和刘裕的闽州一带比较富裕 张国焘难道会不知道 其实毛泽东提到的这个理由 人人都知道 红军知道 正在权力搅供的国军也知道 红军依次方面军会师之后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已经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 做了分析和判断 明确提到 陶和刘裕为干省最富饶之区 而与匪尤为接近 应特别注意 并判断 红军的战略意图 最大的可能便是 经陵南或青海向西北打通国际路线 也就是经过甘肃南部和青海靠近苏联 为此委员长蒋介石在此部署了重兵 仅在第一线就部署了四个师 每个师的兵力比红军的一个军可能都多 正所谓 敏 陶 下一代 国军 云 吉 这些部队还只是负责首辈的部队 如果开战 将会有更多的国军部队前来战斗 蒋介石告诫国军将领 我军今日剿匪 实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 责任何等重大 敏州确实是一块肥肉 问题是你能不能吃到嘴里 看一下中共的历史就可以知道 无论是红军时期 位于干南闽西的中央苏区 和四方面军的鳄鱼板苏区 还是抗战初期的禁察纪和纪乳区 他们的根据地都选在了偏远之乡 穷荒之地 不是中共不想占领富裕繁荣的地区 而是根本就做不到 只有在那些交通不便 贫困封闭的地方 中共才能立足 而毛泽东 在上卫控制下河淘州一带时 就首先选择以敏州为主要突击目标 势必让红军三面受敌 而且没有退路 这样的军事部署 有可能让红军陷于绝境 即使是侥幸成功 对于红军的前途来说也意义有限 因为红军需要的不是一次战斗的胜利 而是需要建立根据地和国民政府进行长期的对抗 需要立于不败之地 但这一切未必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 他只是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推翻下河战役计划 退一步讲 即便是毛泽东改变战役计划有一定的道理 问题是为什么不提前说出来呢 而是要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离开以后 才突然提出呢 毛泽东应该在松攀战役的后期 就在考虑其他北上的道路 而且他非常清楚张国焘倾向于走阿坝这条路 毛泽东要求改变行军路线 改变战役的目的地 绝不可能是突发奇想 他迟迟不说 无疑是在等待时机 8月5日下河战役计划正式批准的时候 他没有反对 8月10日 前提指挥部依据下河战役计划 制定右路军行动计划的时候 他依然没有反对 直到8月15日 张国焘刚刚到达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 他却突然提出要改变行军路线 这明显是别有用心 其实如果从一开始就确定 全部红军都走班右前往下河 这也算是一个可以摆到台面上的方案 毕竟这里的确有条路可走 那样的话 只要发一道命令 各个军向毛尔盖集结如此开进就可以了 这一代已经被红军控制 不会发生任何大规模的战斗 如果从一开始就确定 红军主力应该攻占哈达铺夺取敏州 那么就没有必要兵分两路行军 因为只有班右包坐这条路最为合适 所有的红军都只能走这条路 问题就在于 这样的话张国焘就没有必要离开党中央 到几百里之外的卓克基去了 张国焘红军总部之所以要到卓克基去 是因为左路军远离中央 五个军的部队行军作战 需要高层领导就近统一指挥 欠然 毛泽东当初赞同夏淘战役计划 主张红军兵分两路开进 目的就是要让张国焘远远的离开党中央 不这样后边的故事就没有了 这可能才是毛泽东玩弄夏淘战役计划的奥妙所在 等到8月20号张国焘的先头部队即将攻占阿爸 张国焘本人也在远离中央的阿爸附近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导的中央才推翻了夏淘战役计划 选择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这不是在故意的算计张国焘 真是让人无法相信 否则既然15号已经打算推翻夏淘战役计划 为什么当天不开会早一点做出正式决定呢 再有右路军出发的时间一拖再拖 明显违背兵贵神作的常识 决定北上的夏淘战役计划 政治局8月5号正式批准 右路军行动计划8月10号做出 可是知道8月21号 右路军的大部队才开始行动 比行动计划规定的最后期限 8月17号还晚了四天 右路军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发 想必就是为了等待召开新的政治局会议 正式废除夏淘战役计划 强制左路军将右路军靠拢 毛泽东知道张国焘 十分看重阿爸 过而开会的时间 特意选在左路军开始攻占阿爸以后 按照常理 那个时候张国焘应该会率领 主力部队前往阿爸修整补充 短时间内难以行动 毕竟在这一带 难以找到像阿爸这样一个 可以供大部队修整补充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那个时候张国焘所部 无论是按照原路返回毛尔盖 还是探寻新的路线都不可能快速到达班右 和右路军会合 这样毛泽东便有理由有机会 率领右路军单独行动 为了实现他的目的 毛泽东可真是煞费苦心 毛泽东看中了四方面军的数万雄兵 只是要把他们带走脱离张国焘 还需要几个必备的条件 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把握 可毛泽东毕竟是个赌徒 在关系到他命运的关键时刻 他从来都不惜孤注一掷 放手一搏 那么这一次毛泽东究竟如何赌博 他的计谋是否能够全部实现 毛泽东在哪个重要的问题上 误判了张国焘 也误判了徐项钱 在下集我们将继续探究 中共当时回避的重要真相 请各位继续观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